那很多的粗宝呢嫌买肥料贵 他们都会买一些农用的复合肥 问我怎么用 我跟话们说 这种农用的复合肥呢不是不能用 可以用 有的话说老花一你为什么不用 我跟大家说先说我们为什么不用 第一 你像我们用的是缓氏肥 如果说用复合肥 在里面它的溶解速度太快 我们很难掌握这个量 再有一个就是 你看我们这个花盆都是漏水的对吧 它复合肥溶解的快 我们一浇水它就漏掉了 一浇水就漏掉了 基本上有上一个礼拜 那肥料就释放完了 我们说一说用的是什么呢 叫缓氏肥 它缓慢释放养肥 在一个小粒子 在里面一百天才在释放完 那你想想这个 承煤不就降低很多了吗 而且它很温和 它缓慢释放吗 对吧 复合肥就容易烧花 那有话说老花一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我就不想买你的缓氏肥 我就想把复合肥用好 因为我家里面买了不少 可以 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溶水 你把那个复合肥呢 用一些个蒜臼子 你们叫蒜臼子吗 用什么东西给它碾碎 碾碎之后呢 每克肥料兑一千克的水 就是一比一千的比例 你稀释了之后浇花 七到十天左右用一次 只要是植物长得好 你这样用它就没问题 但是休眠期就不要用了 植物要嘎了 你说用肥料那不行 我大舅马上要嘎了 还用碗气了 多吃点 本来就喂 多吃点可能未穿孔 就嘎了 明白了吗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需要能帮助到大家 但是呢 画到最后 其实也是建议大家 你就用点缓氏肥就行 它即使是稍微量放的 稍微多了一点 它也很温和 它不容易烧花 懂这个事就行了 有的话说 哪里买啊 好了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整理 觉得不说 记得点个关注啊 白了错吧